好 最新消息我们要告诉你的是 美国的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访问台湾之后 让美中关系恶化 因此外界揣测11会的拜席会很可能会申变 但是美国白宫的国安会发言人科比在今天已经说了 美中双方依旧持续积极就拜席会的日期地点来进行协调 目前还没有定案 中共的20大敲定举行的时间了10月16号将会在北京正式登场 包括了经济复苏 对台的两岸关系都是未来五年重要的工作目标 学者分析了在20大前两岸关系极度的紧绷 大陆未来可能以加强推动两岸的政治谈判作为主轴 那么台湾也将会面临到很大的谈判压力 大陆今年最重要的日子 中共20大终于拍板 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 于2022年10月16日在北京召开 从10月16号到22号 预料将召开为期7天的中共20大 新华社报道将总结过去5年工作 迈向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同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未见预估这回20大也将替未来五年两岸关系走向定谋 对比19大所谓给台湾同胞同等待遇 推动两岸融合发展 出来这个台湾问题的白皮书呢 主轴在于推动两岸的一个政治谈判 展现了对于当前民进党政府更强硬的一个态度 根本否定民进党政府作为一个政府的地位 可以看到他未来推动政治谈判里头 他的一个态度 但就在20大举行前的关键时刻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 导致大陆扩大军演加剧两岸情势紧张 现在又传出拜登还要求国会批准约台币337亿的对台军售案 再在牵动20大对台方针 台湾来讲当然会面临到很大的一个谈判的压力 在大陆方面会有很强大的推动政治谈判的一个期望 而且因为台海局势的紧张 国际也会希望两岸能够坐下来谈 民进党政府要怎么解决 我相信它会面临很大的压力 要用心的去看 开会构成涉及台湾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政策 当中共已经对台湾围堕经验 军事能力完全可以掌控 而国际却无可奈何的时候 台海情势我们必须重新面对 如何避免走向战争 是两岸人民共同的期待 执政者必须好好思考 怎样才能让两岸平心静气坐下来谈 而不是互相耀武扬威 致百姓生活与生计而不顾 记者台北综合报导 好 这一回的中共二十大路透社的分析指出 这次的会议将会对未来大陆的政治人士 造成关键的影响 习近平很有可能顺利取得史无前例的第三任期 至于已经担任过两届的总理李克强 港媒的星岛日报分析 现在您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还有现任副总理胡春华 则是最有可能的接班人选 中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拍板将于10月16号至17号在北京召开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届时将主持会议为大陆政治人士带来关键影响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 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10月16号将选出新任中央委员会委员 包含约200名有投票权的正式委员 和大约170名候补委员 这些人未来将是分布大陆各地的主要掌权人物 而10月17号将从中央委员中选出25名政治局委员 这些人未来将成为大陆政局最关键核心人物 也等同于新任主席的新副人马 习近平目前有三个重要头衔 包含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央军委主席 大陆国家主席 路透社预期习近平在二十大将确保前两个头衔 而将在2023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续任国家主席 展开前所未有的第三任期 至于已经担任两届总理的李克强 将在2023年3月卸任 港媒《星岛日报》分析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和现任副总理胡春华 是最可能的接班人选 而大陆从未有过女性常委 现任政治局委员中唯一女性也预期将退休 路透社认为本次选出女性常委可能性并不大 战役仍在进行胜利终将到来 我们要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日本经济新闻指出 大陆所提倡的一带一路和近期台海危机 都引来国际反弹 而习近平坚持疫情清零 恐怕也会让大陆经济表现持续恶化 但英国《卫报》指出 尽管习近平面对许多政治难题 仍是毛泽东以来最有诠释的大陆领导人 记者蔡新城报道 苏联末代的领导人也是唯一一任总统 戈巴契夫30号这一天病逝 想其受91岁 戈巴契夫生前带领苏联步入民主政治 掌权期间更帮助美苏关系摆脱兵点 被视为是和平结束冷战的重大推手 他在1994年卸任之后 曾经访问台湾 见过时任总统李登辉 也曾经在立法院发表演说 头上明显的红色胎记 他是苏联末代领导人戈巴契夫 也是20世纪最知名的政治人物之一 如今生命画下据点 30号病逝想其受91岁 戈巴契夫在1985年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 推行开放政策 1990年当选苏联第一任 也是最后一任总统 两度被时代杂志选为年度风云人物 更在1990年获颁诺贝尔和平奖 即便获奖充满争议 但他以一人之力翻转东西势力版图 和西方阵营破冰接触 被誉为是冷战终结最大推手 戈巴契夫掌权期间跟美国达成 削减战略武器的协议 并和西方世界合作 拉下自二战以来 分隔欧洲的铁幕 促进德国统一 尽管在西方世界饱受推崇 但在不少俄罗斯人眼中 却是他终结帝国荣光 晚年的他甚至亲自下海拍广告 当年必胜客仅跟麦当劳进军俄罗斯 一九九七年戈巴契夫 亲自拍广告 片酬达到一百万美金 戈巴契夫在一九九一年卸任后 一九九四年也曾经访台 与当时的总统李登辉会面 更到立法院演说 还曾掀起台湾民众争相目睹 如今高临辞世 这位苏联末代总统 在未流血情况下结束冷战 却没能阻止苏联瓦解 一身功过 皆成历史 记者综合报道 英国的戴安娜王菲氏 是二十五周年的追悼会 三十一号在法国巴黎举行 根据CNN的记者表示 地点就在戴飞当年事故的隧道 以至于二十多年来 其实每年都会有很多民众 到这个非官方的纪念碑 缅怀受到国民爱戴的戴安娜 至于她的儿子 哈利跟威廉 两个人长期不睦 因此在今年不会出席 任何的官方纪念活动 根据了世界卫生组织 所公布的数据显示 全球的猴豆感染病例 已经突破了五万关卡 但是有一些原本是 热点区域的疫情正在减缓 市委秘书长谭德塞说 每周当地通报的病例 占总数一半以上 虽然有若干国家感染人数 持续的增加 但是加拿大的疫情 持续的好转 欧洲的德国还有荷兰 等国家染疫状况 也有明显的改善 证明公位干预 还有社区追踪 可以有效阻止疫情 日本政府宣布了 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 将会在9月27号举行 并且会邀请外国的政要 总计开放大约6000人入场 由于这个国葬的安排 在日本引发了争议 首相岸田文雄说 将会亲自到国会说明 另外他也宣布了 9月7号开始 边境管制再度松绑 团客在没有导游的陪同之下 是可以观光的 东京迪士尼乐园 惊喜宣布 将放宽口罩佩戴规章 自9月1号起 在户外 如果与人相隔 两米以上的安全距离 且不聊天时 就可以摘掉口罩 但迪士尼将在高峰时段 调账票价 以分散人潮 防止疫情扩散 随着新冠疫情减缓 岸田文雄31号宣布 将松绑有关新冠防疫的 边境管制措施 观光客人潮 终于渐渐回流 自9月7号起 每日有客人数上限 将有两万人提升到五万人 同时也接受五导游 陪同的团客入境 打过三剂疫苗的游客 也不需要PCR阴性证明报告 就能入境 同一场记者会上 岸田文雄也回应 前首相安倍国葬争议 表示将参加国会的 笔会审查 接受直询 另外日本政府也宣布 安倍晋三国葬将在9月27号举行 出席人士除了日本各地方政府 还有来自海外各国的重要人士 总计最多开放约六千人入场 还有六小时的时间让民众场外献花 一同送别这位前首相走完最后一程 记者陈里森博导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 它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 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宝器 都没有问题 很好奇在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取